大家好,我是小鹿,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鹿情感姐姐 在如今这个繁华四季的世界里,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垂不朽的 我想那一定就是爱情,但是爱情也有真有假 爱情是美好的,所以说它也是难得的,机会呢也是稍纵即逝 所以说我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更加要学会怎样去把握自己的爱情 在一段感情中,一个男生一旦爱上了一个女生,女人呢就会发现这个男生对自己非常的吵醒 就好比今天的天看上去像要下雨,但是并没有下,男人呢就会打电话问女人你有没有待在 在女人快要下班的时候,男人就会发信息说我去接你 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如果经常这样的关心的话,多半呢他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女生 在聊天的过程中,一个男人如果经常想的给你发以下这三种类型的消息的话 那么多半他已经爱上了 第一点,他经常提醒女性呢,要跟异性保持距离 在感情里啊,男人总是有一种担心 他总是觉得女性呢,要跟客户经常性接触 而且这个女性的工作呢,还必须经常的去喝酒应酬 他必须陪客户去喝酒 所以每一次他看到女性一愁喝酒回来之后呢 他就会提醒女性要跟男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即便他有心想让这个女人辞掉这样的工作 但是女人不同意,他也不会多加的去勉强 但是他却十分的在于男女在异性之间的交往越界 所以他经常会发这样的消息 去提醒女人要保持和异性之间的距离 第二点,他经常发消息问女人说你想吃什么 在感情里啊,男人一旦爱上一个女人 他对这个女人是非常的照顾的 而且这个男人如果说会做饭的话 有的时候他就不想出去吃 他想跟女人在家里自己吃一点 所以他就会发消息问女人说 你晚上想吃什么,我可以做给你 在生活中,一个男人如果对一个女人的关心 到了这种程度的话 那么多数他已经爱上这个女人 第三点,他经常关心女人 在感情里,男人一旦爱上一个女人 对这个女人是十分的关心的 他总是时刻关注着这个女人的动向 总在问你在干什么 然后随便找个理由 然后就跟女人待在一起 如果在生活中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很是上心 而且他特别特别想和你待在一起 那么大多数这个男人 已经爱上这个女人 期待小鹿情感姐姐到这儿就